传李东升狱中咬出曾庆怀铺中南海皮调刻内行图 看中国记者林中宇综合报道 从范冰冰事件开始中国文艺 先进其整肃风潮 其文艺界真正幕后大佬 支撑的曾庆红之地曾庆怀也成为打击的猜测目标 有消息称 从专门负责监视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的特勤人员处获悉 李东升在被囚过程中招供出一些中共高层的腐败黑幕 李东升并招供把央视变成中南海后宫的人 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 综合媒体11月30日报道 据香港前哨杂志披露 号称中南海皮调刻 已入狱的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声称 被只为中南海拉皮调 导致央视沦为后宫的罪魁祸首令有其人 一切都是恶魔曾庆怀干的 报道趁中共当局有关部门 为防止可能因漏听了被调查对象 发出的某些申诉而产生严重后果 现改变了过去的一些纪律规条 允许负责一对一 监视李东升的特勤人员 与被监视者交谈 并必须认真心听他的每一句话 由于这些特勤人员所属部门的宿舍 不用翻墙就可以看到境外网站上的内容 一位负责监视李东升的特勤人员 就用海外网络上 看来的有关被监视者的爆料 来对照当事人自己的表白 李东升难难自语 最多的就是自己在仕途的后十年加入了周永康集团 他自认有罪但否认是自己把央视变成中南海后宫的说法 李东升愤愤不平地说 如果说央视变成了妓院 那也是曾庆怀的功绩 这绝不是我想干的 是曾庆怀逼我干的 知情人指中共中央电视台 不但是中共高官 巨商的淫乱之的 其中不少主播 女记者成为权贵的玩物李东升 不管怎么说也是和周永康 曾庆怀一样获刺 2013年12月前 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落马后 其在中共央视任职期间 给自己的晋升之路托台阶 变相轰刀皮条客 曾专门为周永康介绍女主播的丑闻曝光 李东升也因此被称为中南海最大皮条客 而央视沦为中共高层后宫 的丑闻随即曝光于天下而有关曾庆怀 依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大四玩弄文艺界美女的丑闻 在港媒和海外中文媒体上早有曝光 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 是前中共文化部特别巡视员 是中共文艺界最重要的幕后大佬 并在大陆影视宣大稿前规则据减少 报导曾庆怀与李东升关系 密切央视男主播瑞成刚 与曾庆怀等人 曾经常在一起花天酒地 范冰冰案落幕曾签出 曾庆怀一度因桃税问题 被控制的范冰冰最终以天价罚款脱身 外界仍然关注范冰冰一案 背后是否有更深内幕 据台湾时事财经专家黄世聪 早前对台媒分析只当局打击范冰冰 最终是要打击中共掌控于 乐圈的最大势力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 及其胞弟曾庆怀的势力黄世聪说 香港的演艺圈其实有董平 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 还有英皇集团的杨寿成三个人主宰 而这三个人早就到大陆发展 所以中国大陆的演艺圈 也被这三个人掌握 所以这次范冰冰事件 其实背后的目标 是董平和曾庆怀 曾庆怀随着曾庆红在六四 天安门惨案后 得适于1980年代末期 进入中共文化部工作 从司长到特别巡视员 平步青云1995年 曾庆怀被派驻香港2003年 其曾庆红主管港澳工作 曾庆怀也幕后操控京港澳娱乐圈 长达二十多年 现年57岁的董平 则是欢喜传媒的背后大佬 曾是文化中国的董事局主席 而通过董平华一兄弟传媒集团的 掌门人王中军 王中磊也结识了曾庆怀 黄世聪 说中国演艺圈复杂的情况超乎想象 不仅和军方有密切关系 后面 还有江泽民的势力 这次娱乐圈清洗 大家都觉得 摆明是充女范冰冰 有合作关系 有军方背景 华一兄弟 来得其背后的目标 则是董平和曾庆怀 这次娱乐圈复杂的